已經快全黨出動了 主席跟總召都到 那代表時代力量對於施效法 尤其各位前面講的這裏面的支持 那我們這邊其實從時代力量的角度 我們也希望各位真的要好好監督立法院 雖然剛才博商議講到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版本 可是我們並沒有辦法並案審查 所以我們只能提修正案 那提修正案的過程裡面就會有個問題 很多條文如果沒有委員提出來要修正的話 我們沒辦法提修正案 所以前面講退場機制 甚至在教育部層級的諮詢委員會 學生跟教授的代表 我們都沒辦法拿進議程裡面討論 更重要的是 各位知道嗎 在提修正案的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在該委員會 只有一位委員就是搞入委員 我們必須有三名委員簽名 才能提修正案 各位我真的很希望 這個全程錄影直播 是從頭到尾 那天我跟搞入找不到人來簽 我不是該委員會的時候沒辦法簽 所以搞入一名我們兩位委員簽名 才能把我們的修正動議 也就是各位講的這些東西 提到委員會裡面去 這真是一個非常的狀態 所以各位後來各位看到在委員會裡面這些討論 我能在那邊發言 是因為兩位國民黨委員簽了我們的修正動議 所以我意思是說 施效法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我們修正動議以後 各位在這個 如果你有看這個轉播的話 你就知道 在這個過程裡面 設門檻 我說這會不會反淘汰 設門檻 因為我們堅持門檻下降 後來又調回來 反淘汰的過程裡面 又開始對談董事 董事長可以連選連任設限制一次 董事 我想各位一定記得這個提言 叫萬年董事收換 各位是怎樣的教育理念 會有人談萬年董事收換 有門檻有補助才有公益董事 不能有勞工董事 那我說 那來一個勞工監察人可以吧 不行 完全排除在外面 拿到補助的 家族的限制是五分之一 沒有拿到補助的 沒有公益監察人的 家族的限制 放寬到三分之一 各位 這是怎樣的邏輯啊 沒有公益董事 你讓他更多家族的人進來 所以 我真的很希望各位 等一下政黨協商的時候 這個 國昌說我這個受創傷太重了 沒辦法去參加這個協商 我希望各位一定要看直播 各位 這個 修法還沒有結束 雖然我們已經派出我們最兇悍的主席出來了 各位 我們需要你們的支持 我們在立法院裡面真的是 人單利孤 總共八個委員會五個委員每天跑來跑去 我們會堅持下去 可是我們需要各位的支持 把你們的壓力 把你們的訴求 跟教育文化委員 教育文化委員會的委員 跟民進黨的協商代表 跟執政黨的協商代表 跟他們講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今天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議程是這樣 今天協商 國昌會堅持他的立場 可是協商會破裂 協商破裂一個月之內 過了一個月的冷凍期就可以表決 也就是在八月底的第二次臨時會 施效法就有機會進入院會表決 我們會要求記名表決 大家要表態 可是各位會不會過 以我對於這一屆立法院的了解 會過 所以從現在到八月二十二號第二次臨時會之前 就是決戰的階段 所以我今天很高興各位能到立法院 把這個聲音講出來 可是不要只在這裡 跟各黨團要把他們的立場講出來 否則 持代力量願意為各位奮戰 可是我們需要各位的支持 需要社會注意這個議題 否則 所謂萬年董事收換 這個聲音會不斷地持續下去 我們不是沒有壓力 不只來自院內各黨團 很多施效的這些主要負責人 都會給時代力量相當的壓力 可是我跟各位講我們會堅持下去 可是各位這條路非常長 我們希望各位的支持 那我們今天也很高興 各位能到立法院來 把這個聲音講出來 喊出來 可是就像我前面講的 人下政黨協商非常重要 要讓所有的委員知道 全台灣都在看 大家都在關心這個議題 其實那天委員會的時候也是有直播 可是還是講出收換這種事情 各位就知道 這裡面有多少利益糾葛在裡面 所以今天很高興能來這邊發言 重新強調時代力量的立場 也希望獲得各位的支持 在未來施效法這條路上 能大家一起並肩作戰 好不好 謝謝各位